古代夫妻刑房时,为何会让丫鬟在旁边伺候? 大家都知道,中国古代是一个男尊女卑的时代,在老的时代女性没有丝毫的社会地位,她们仅仅只是男性的附庸罢了。 就像三纲中所说的,女性要为嫁从妇,出嫁从妇,妇死从子,丝毫没有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价值。 与此相反的则是男性在社会,在家庭上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。 最简单的一个说明,就是男性在那个时代能够有三妻四妻,享受其人之福,而且在这方面,女性甚至还要主动服务男性。 所以,有一种职业便应运而生了,这种职业的名称就叫做通房丫头。 通房丫头也是丫鬟的一种,但她的职能却与普通的丫鬟不同,普通的丫鬟也就是端茶倒水,垂间捏背,而通房丫头的主要职能,则是服侍家中的男主人,满足男主人的任何需求,而且还要做着一些让人难以启齿的事。 所以在丫鬟中的地位比较高,那么所谓的男以启齿的事情是什么呢? 那就是观摩主人行房,甚至有时还要主动健身,前去服侍主人,而通房丫头这种职业,久而久之便逐渐形成一种习俗。 在古代通房丫头,一般都是由妻子宣出来的,让她陪同自己一起服侍丈夫,这么具体是怎么服侍的呢? 这从通房丫头的通房二字中便可以看出,所谓的通房,即房间卧室与主人联通,这一点的意义在何处相信? 很多人只要稍微想一想便可得知,这完全是为了服务主人,甚至在主人行房之时,还要在旁边端茶倒水,煽风擦汗。 比如说在《红楼梦》中,平儿就是这样的身份,她既要服侍甲脸,王熙凤,同时又要在王熙凤不方便的时候,陪甲脸行房,完成王熙凤不能完成的敦伦之事。 那么,为什么会有通房丫头这种畸形的职业出现呢? 这一方面是因为男女社会地位的原因,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这个陋习。 而另一方面,则是后宅之间争斗的原因了。 相信大家都有看过古装的宫斗剧,在后宫中为了争宠和故宠,往往都会将自己宫中的宫女送给皇上侍寝,以此来留住皇上。 而通房丫头往往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,因为在古代男子都有三妻四妾,而且还秉承着娶妻娶嫌妾纳妾纳瑟的理念。 所以,一般妾宫都十分的漂亮美丽,这自然就吸引男主人经常留宿了。 这必然会打击女主人的威胁,因为在古代都是女主类,如果主母连一个小妾都比不过,那还混什么? 所以,为了吸引男主人到自己房中留宿,女主人也会主动安排漂亮的丫鬟做通房丫头。